OK,接下來我想要用一些跟各位講一些很歷史的關係的故事 就是生意工程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發展的 有人知道生意工程什麼時候開始發展的嗎? 其實它跟我們現在很多的電機工程 或是這些工程領域的發展是 的時間不會差太多 那這個時序上有時候還蠻有趣 這邊有一張年表列出了在各個比較重要的事件的發展年份 那裡面應該有一些人民啊,你們應該不陌生 這位是哪一位啊? Ben Franklin,有人認識嗎? 這個就是在下雷雨的時候還跑出去放風聲的那位老先生 他還想要收集閃電,所以他幹了這件損事 不過他後來很有名,鈔票上面都是他 這個知道是誰嗎? 庫倫 OK 這個呢? Volt Volta 他其實Volt那個字就是根據他的名字來做命名的 這個呢?歐姆店主 大家都知道,這個應該更清楚 法拉第 Maxwell 大家痛恨的人物開始出現了 所以應該很熟悉 不過我們這堂課的重點不是這幾位 我們想要請各位注意一下這個東西 OK 大概在18世紀末的時候,1791年了 有一位意大利的科學家叫做Gavani Gavani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Animal Electricity 或是Animal Electric的一個現象 這是什麼呢? 他發現動物裡面也有電 動物裡面怎麼會有電 原因是因為他在做實驗的時候 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什麼事呢? 他那時候呢,其實他做的不是電的實驗 他在做動物解剖的實驗 他跟他的助手在解剖青蛙 然後他有一天拿了一隻非常新鮮的青蛙 把他弄死麻醉了之後 要開始解剖的時候 好玩的事情發生了 應該或者說靈異事件發生了 他們把那個 大家知道解剖刀是金屬製的嘛 對不對? 他把解剖刀碰到 剛把皮膚解開的這樣子的青蛙的時候 剛開始要解剖青蛙的時候 明明都已經死了 結果那隻青蛙在動 他的腳抽了一下 每碰一次他就抽一下 每碰一次他就抽一下 明明已經死了 他怎麼還會痛 那個皮都已經被扒掉了 他怎麼還會痛呢? 他怎麼還會動想要跑呢? 這太不合理了 是這次的實驗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錯誤 才導致這樣的現象 還是他們買到了一隻靈異的青蛙呢?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 我們不要看到換一隻青蛙就算了 對不對? 可是他們還蠻有科學的精神 他們重複這些實驗 證明了 的確他其實是由於解剖燒上面的靜電 造成青蛙肌肉的抽動 換句話說 我們動物裡面也有電 這是我們人類第一次發生動物裡面有這個電的現象 OK? 不過我們只知道他有這個電的現象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電的來源是什麼 OK? 所以甚至那時候有一些爭論說 這些電是獨數一格的 是只有在動物體內的這個電 跟我們自然界天上的閃電 或是電線裡面的電其實是不一樣的 有人這樣覺得 但是後來過了一些實驗以後 其實Volta這個人證實了 就是說其實這兩個電是完全一樣的 它其實都是電核的流動 不過這是後話了 所以其實跟生理電訊號量測相關的這些所有事件 大概都是起因於大概是200多年的這件事情 OK? 所以生理工程的發展也沒有很早 但是也不是特別晚 大概其實已經有200多年了 跟那個電學的發展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除此之外呢 我想請各位注意到19世紀末的這件事情 這位仁兄 這位先生叫做Rangent 他是諾貝爾獎第一屆獲獎人 第一屆物理獎獲獎人 他為什麼獲獎人呢? 就是發現了X-ray X-ray大家都知道嘛 就X光嘛 大家都照過 所以他發現的這個東西 其實造福了非常多的人 因為你看在座每一個人都照過 X-ray其實也是一個 Unexpected experiment 他不是真的要去做X-ray的實驗 而是偶然間發現了 在因極射線管裡面 我明明沒怎麼樣 怎麼外面的螢光屏幕亮起來了 有激發的現象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 這些看不見的氣體裡面 產生了X光的射線 這個射線有非常強的穿透能力 他甚至可以穿透玻璃 穿透薄墨 然後到螢光幕上面做成像的動作 他也是一樣發現了一個東西 一個原本未知的東西 然後把它應用在醫學上面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這兩個東西都影響到 後來的醫學量測的一些發展 但是這個 剛剛發生的現象 跟之後的醫學應用 還有一段距離 這些應用的話 其實都是在100年之後 才開始比較成熟 比如說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到 那個Gavani那個實驗嘛 對不對 那個殺青蛙的實驗 那我們知道的有電 但是問題是這個電訊號 到底長得什麼樣子呢 電訊號量測到底是什麼呢 量出來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東西呢 其實大概一到1903年的時候 Ensoven才把它做出來 他做出了一台機器 叫做Gavani Meter 那大家想也知道 這就是紀念那個Gavani先生 所做出來的機器嘛 這個機器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來量測人的電訊號 那最主要它是量測人的心電圖 因為以所有的電訊號來講 心電圖是最強的 所以最強的意思就是最好量 其他的地方 你心電圖都量不到的話 其他東西大概量不到了 OK 所以大概1903年的時候 做出這件事情 那以醫學影像的部分呢 雖然X光很早就發現了 但是其實它也是過了幾十年之後呢 開始有一些重大的突破 從原本的投影影像 變成了一個三度空間的解析的影像 OK 我們把它叫做電腦斷層掃描技術 Computed actual tomography 就是我們的Cat的檢顯 總之呢 到這個幾十年之後呢 我們開始能夠從人體外面 就可以知道人體細部的結構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因為以往你要知道你的器官發生什麼事情了 你大概就只能用手術了 OK 你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可以知道 來幾張圖片好不好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Ansel粉先生的機器 OK 1903年做出來的機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的機器一台還蠻大台的喔 OK 那它要量什麼訊號呢 它要量心電圖 不過它的電極方案哪邊呢 是在它的手上和腳上 OK 它的兩隻手和它的腳 雖然照片不是很清楚 不過各位仔細看一下 請問一下它的手和腳放在哪邊 水桶裡面 水桶裡面是裝水的 為什麼 因為加了電解值以後 它的導電性比較好 OK 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當時你要把你的 很難想像我知道 但是當時要把你的手和腳 都放到這些液體裡面 才能夠量到比較好的心電訊號 OK 當然當時沒有什麼IC這種東西 所以你這些電訊號的放大的設備 可能體積來講都比現在來大得多 那可能是用真空管的方式來把它做放大的 OK 所以當時一台那麼大台 但是以現在來說呢 醫院裡面你所會看到的心電圖 大概一台長得像這個樣子 左邊這樣 其實並不大 大概就跟傳真機的大小一樣而已 那上面會有顯示的屏幕 還有一些操作的一些按鈕功能鍵 然後呢它會搭配上一些心電圖的電極 讓你做量測 最常見的話是三個電極放在胸部前面的 或者是放在肢體上面的這個電極也都有 那甚至比較 advanced 會有一些比較多的電極 十二鏈極之類的一個搭配 那這個是在醫療單位裡面所使用 它的那個抗臟能力會比較好 量出來的訊號會比較準確 那右上角這個呢 其實是發展出更小的一個產品 因為我們剛好提到半導體技術的進步嘛對不對 所有這些電路都可以做得很小 所以甚至其實它可以做到像掌上型的 BB Core的大小 或者是手機的大小 你只要手指按上去 你就可以量測到結果 這個地方它的電極其實是在大拇指的下面 那前幾年甚至也有應用 因為大家都使用smartphone嘛對不對 甚至你的smartphone只要搭配上一個電極 你也可以自己馬上去量測你的心電圖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之前iPhone有出 有人出可以跟iPhone compatible 這樣子的一個電極量測裝飾 你只要接上了 然後attach上面 你可以在iPhone上面 就看到你的心電圖的電訊號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這個進步是蠻快的 那以影像為單位的例子來看 我們剛剛說在1895年的時候 那個rangian發現了X光 那當時只能照X光而已 X光是一個投射的影像 所以你看到的是在投射方向的投影量是多少 也就是說你對深度上面 並沒有判斷的一個能力 你只能按照人體的結構去猜測哪一個在前面 骨頭在前面 心臟在後面等等的東西 那真正到了1970年代的時候 這個我們剛剛說CAT 電腦斷層掃描機器的發明 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的去做三度空間的一個解析 聽起來很炫對不對 但是來各位看一下 這是1976年當時發展出來的第一代 臨床用CT所得到的影像 這個是哪裡啊? 有人知道這個照是什麼嗎? 這個是頭 OK 或許我同學已經猜對了 這是頭 其實當時第一代的產品也只能照頭 因為它必須要把成像的物體放到這個小小的洞裡面 也就像這個人一樣 OK 所以它只能夠用來照頭而已 這是頭喔 很難看得出來對不對 它的解析度大概只有80x80個pixel 大家應該知道數位影像的概念嘛 它其實是把一個成像範圍切成好幾個小方塊 所以它只有80x80個pixel 也就是6400個pixel 連1萬都不到 OK 所以解析度其實不是很好 然後你對比也不是超級好 你只能勉強的看到好像這邊有一些黑黑的 外面有一些亮亮的 黑黑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腦體隨意 亮亮其實是腦實實的部分 包含了白石跟灰石 OK 右邊這一張是目前來講的CT 隨便一台CT都可以照出來的結果 當然這個不是腦袋啦 這個是我們的腹部的部分 腹腔的部分 上面這個地方是我們的肝臟 這兩個對稱的東西是我們的腎臟 這邊是我們的spine 脊椎的部分 以前再來講 這個洞已經變得那麼大了 所以你想要照哪個地方都可以 你想要照頭部、心臟或是肚子 或者是四肢的部分都可以 你只要躺上去 然後由放射師幫你操作到適當的位置 然後成像 你就可以得到你人體的影像 那現在的解析度來講的話 隨便一張影像都是 512x512這個等級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 雖然只有差50年不到 但是那個進步其實還滿明顯的 好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剛剛介紹的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這個學期想要介紹的 主要的內容之一 我們希望能夠由電機的領域來切入到我們的 醫學工程 OK 然後去了解一些可能上面的一些應用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的問題 什麼是生醫工程呢? 或什麼是醫學工程呢? 其實這個答案滿廣的 對我來說我的答案還滿廣的 只要是用工程學的方法來解決生物或醫學上的問題 都可以算是醫學工程 所以有點講了等於白講了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是真的是一個涉獵非常廣的領域 OK 所以包含我們剛剛提到一些材料的東西 或是機械的東西 或是資訊的領域 或者是影像 或是電訊號 電子部分 這些通通都是 那這麼多的領域 想也知道我們一個學期18週 其實是沒有辦法通通都涵蓋住 所以我剛剛有特地強調就是 我們其實是從電機器的領域出發 所以哪些部分我們會碰呢? 生醫電訊號的部分一定會碰 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課程大綱 我們大概前兩三個禮拜的重點 都會是在生醫的電訊號 OK 然後呢 醫學影像的部分也會碰 因為這個跟訊號處理 影像處理會有一點點關係 OK 那大致上我們是安排在課程 後半學期有大概三個禮拜的時間 會來討論這個領域 那其他的部分 包含像sensor 包含像薰套處理 我們都會有一些篇章拿出來講 那至於這些材料機械 或資訊的東西可能會離得比較遠一點點 我們在設調到某些領域的時候 可能會稍微提一下 但是它可能就不會是這堂課程的重心了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請各位多多包含 去了解一下我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 那各位應該可以在你的Cyrebus上面有看到 我上面有列了一些預修課程 這裡預修課程的用意並不是說 你一定要修過這些課程 你一定要修的分數很好 才能夠來聽這堂課 因為我們這堂課基本上是一個導論的課程 我個人的態度是 我還蠻歡迎各位來選修的 那只是說我會希望各位能夠了解到 我在上這堂課程的時候 我會假設各位已經有一些基本知識了 也就是說我會預期你已經上過普悟 電子學還有信號系統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基礎知識上面 琢磨太多的時間 舉個例子來說呢 我們今天上到這些生理訊號的放大電路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辦法從那個OP開始跟你講起 我們可能就直接從Differential Amplify開始了 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可能會提到CMR這個東西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從定義上面 非常精準的跟各位做解釋 所以Support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或如果需要的話 你可能要把你的電子學課本拿出來稍微翻一下 那信號系統也是 因為我們可能會講到Free-A Transpone OK 所以對於我知道有一些外系的同學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對這堂課程有興趣 也歡迎你們加入我們 但是同時間我也必須要先提醒各位 就是我會用到這些部分 所以你們在面對這些張學的時候 你們或許會比較吃力一點 你們或許會需要找一些額外的資料 來充實這些Background 那如果你需要幫忙的話 歡迎各位來找我這樣子 OK 那我們上課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大致上就像今天一樣 我是用投影片的方式來呈現 那在某些原理的講解部分的話 我會用版書這樣子 那投影片的話呢 我應該都會在上課前呢 把它放到我們的課程網頁上面 各位一樣 Cellibus上面有這個網頁 我應該等一下會秀出來 那總之呢 你應該可以在網路上 download到我們的投影片才對 除了今天這堂課的投影片之外 我應該都會放上去 OK 那課程網頁的話呢 你可以從Cellibus上面看 或是從系上網頁 連到我的那個 我個人的personal homepage那個部分 各位應該可以看得到才對 一樣如果有問題的話 隨時歡迎各位email寄信來詢問 那我們這堂課呢 雖然沒有什麼主要的這個教科書 但是我們有幾本比較重要的參考書目 第一本是這一個 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 這本書的話基本上是國外在上 國外的BME的科系 在北美洲或者是這些歐美的大學裡面 他們其實是有 Biomedical Engineering這種系 我剛剛簡稱叫做BME 就是生物醫學工程這樣子的科系 那他們在做他們的introduction 導論的時候 很多的科系是選擇這本書 那這本書的好處就是它包羅萬象 包含我們不想講的裡面都會有 我們想講的當然裡面也會有 不過它的問題也是在於 它的內容非常的包羅萬象 所以書很厚 這麼厚吧 所以這個是不是要增加自己那個書包的厚實度 由各位自己來決定 那我們這邊如果你需要購買的話 也請各位自己可能要找尋購買的管道 如果你不想購買的話應該也還好 我如果沒記錯圖書館應該都可以接得到才對 有興趣的話自己可以去翻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會用到裡面的一些部分的章節 有用到的時候我都會在那個講題後面的一些參考內容裡面會提到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話可以去翻一下這些參考書目的相關章節做閱讀的動作 還有另外一本常常會用到的書是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這本書其實算是這個領域裡面的 Bible之一 Webster 這本書已經非常非常久了 各位可以看到它上面是2009 但是其實它的底板已經是十幾二十年前的 它的優點就是它其實真的是從工程學 Engineering 這個角度出發的 所以它把很多工程的細節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不會看了以後還是物理看花的感覺 它講得真的很清楚 那它的小缺點就是我們剛剛說過它其實已經出版十幾年了 所以有一些資料是稍微舊了一點點 所以各有好壞 但是它有一些蠻基礎蠻經典的內容是可以用來做參考 我們在課程材料的擷取上面也用了不少都是來自於這本課程的內容 所以一樣的這本書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它其實第三版第四版的內容不會差太多 大概就是裡面一些錯誤的修正而已 所以你找不到第四版找到第三版也是很OK的 最後一個這本參考書 Medical Imaging Signal Assistance 這本書是在講到 把Medical Imaging 那個部分的時候我們的參考用書 因為在前兩本書它其實對於醫學影像的設列都不是太多 最多只有一個章節稍微帶過而已 所以我們在醫學影像這個部分 我們多找了一本適合理工背景的這樣子的一個書 它比較多的一些工程角度的一些內容 那換句話說也就是它會比較多的公式 所以如果各位不嫌棄的話也可以去拿來參考一下 那我個人是覺得它講得非常非常非常地仔細 比我們課程裡面要求的內容還多非常地多 所以一樣有需求的人再去準備就可以了 以上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這堂課程的參考書目 到目前為止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也知道說是我們的這個子領域非常非常多 那其實可能沒有辦法設列到的東西也是蠻多的 包含像其實在這堂課程 因為由於我們學校並沒有醫學系 所以我會假設各位來選課的同學會完全沒有生理的背景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在講到某一些跟生理現象有關係的訊號的時候 多多少少可能會帶入一些生理學和解剖學的內容 那理論上來講我們應該要多說一些這些東西 但是實際上就是我們的課程時間沒有辦法允許我們這樣子做 所以我的做法大概就是在我們提到的時候 稍微會提一些些這些結構上的內容 OK 作為我們的一些background的知識 那如果需要的話可能會請 如果各位覺得不足的話可能需要請各位去找相關的書籍 來去補充一些臨床的知識這樣子 OK 那包含像其他的東西 包含 Image Reconstruction 或是 Biomatics 或是 Optics 的部分有很多的內容 我們會看看時間的安排 看能不能講得到 好 那接下來就是比較實際的問題 跟選課有關係的問題 我講怎麼樣 我自己想怎麼樣是一回事 我覺得讓曾經修過課的同學來講出他們的話 會比較符合各位的需求一點 那我之前在開這堂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學期末的時候會給各位填寫一些回饋單 就除了學校的意見調查系統以外 那這幾個是我覺得寫的東西讓我蠻驚訝的 有的我覺得還蠻中肯的 我把它擷取出來 這位同學他自己說他還有跟一些朋友來討論這樣子 那說老實話這個是對我來講是非常impressive的一個comment 因為我沒有想到有學生需要做到這個程度 那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很棒 但是我不會預期每一個人都有這樣子的資源 或是有這樣子的需求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就是說這堂課程還蠻適合不一樣背景的同學 只要你有興趣 那我希望的是各位來上這門課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選修課程 那你來的話當然是要有一點興趣 不然就不用浪費這三個小時的時間在這邊了 那你有興趣的話 你對這邊的內容也才會有一點 多一點的動機去了解它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必須承認這堂課程的分數不是很甜 所以千萬不要是為了學分來修這堂課 你會有點痛苦 然後接下來這位同學 他覺得跟他原本的想像不太一樣 他覺得比較輕鬆 但實際上可能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 again 這個真的不是一個很良的課程 那個我們大概裡面會包含的期中期末考 也會包含的作業 那這些作業很有可能都是要請各位去查資料的 所以會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夠拨一些時間來投入這門課程 OK 那我覺得這個講的還蠻中肯的啦 就是起碼你今天 不知道你未來會不會跟你的選擇 你人生的選擇跟生意工程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起碼你一定會去做健康檢查吧 那這堂課程大概可以讓你知道你的健康檢查 那個數字或是那個儀器到底在幹什麼 OK 這是at least你各位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課程的最後呢 我想要先感謝一下這些人 就是 畢竟這個資料蠻多的 有些投影片或者是有些那個照片 或者是電路圖等等的 是從別的教授那邊提供的 所以在此一併致謝 那一樣開學一第一天 我已經耽誤各位很多時間了 那我想我們上課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囉